乖 帝君 二哥见到太子殿下了吗 没有 没有吗 那二哥也没有见到天君 或是东华帝君 为什么没有啊 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父君 会破中而出 用红莲夜火毁灭四海 采取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 如今一届大乱 很多部罗手里 都已经压不住底下的报名了 二哥 耽误不得了 如果父君真的破中而出 万千子民的心 都会信向父君 到时候再去天族请命 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 二哥 你倒是多说点话 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否则我真会急死 你 胭脂你知道吗 爱因和太子殿下就要亡婚了 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 这犹识惯着天族 和青秋的联姻 这将是四海之内 最盛大的婚礼 我曾经以为 我身为异族的皇子 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 最好的婚礼 但是和叶华相比 却显得如此好笑 二哥 我知道你心里 都是白浅上身 可是 如今莫冤上身 也已经原神归位了 他赢在昆仑序 一定欢喜风了 莫冤上身原神归位了 那好 二哥 我们就去告诉莫冤上身 我们兄妹二人的命 是夫君增进宫里的法宝 告诉他们昆仑序 如今大哥已经死了 夫君宫里增进数倍 就已经快要封不住他了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颜旨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夫君破终乱出 会由谁去封王 自然是莫冤上身哪 东皇中是莫冤所造 早在七万年前 就已经封印成功过一次 这回 理所当然也是他 你再好好想想 如果阿英知道莫冤要去封印 他会任由自己的师父 再一次魂飞魄散吗 到那个时候 他一定会拼了命地 保护他师父 眼看他就要亡昏了 我不想到他这个时候 出事 可是 可是 我身为义军七万年 却从未为子民 为义戒魔过福 终日游荡在人间 寻找私营的下落 直到今时今日 倘若我再不做些什么 就真是个昏庸无能的废物 二哥你 你在说什么 你快起来 二哥你做什么呀 你快起来 燕芝 二哥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大刺民宫 大刺民宫 也很快就身杀你一个后座 就连一剑 我今日也一并托付给你 二哥你要做什么呀 火起来 军上 把公主带去极寒之地关押 东皇宗的事情没有结束 就不能把他放出来 不 我不能离开军上 听话 我不能 是不是连你都不想任我 这个军上 我不是的 你自有和我一起长大 除了母妃 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只有把孩子和燕芝 交到你手里 我才能放心 你懂吗 金上 我可不可以把公主送回去后 再回来找你啊 不可以 我要你在我死后 帮助燕芝成为新一人义军 你是一界最祥锐的神兽 有你在燕芝身边 没有人敢碰燕芝 没了夫君 没了我 他们自然就会承认 燕芝这个义军 还不快地公主走 是 几日 走 走 七日 再给我七日 本军一定能够做得到 这几日落水河巨浪翻轨 也不知是何原因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小心地方才是 又有课来朝拜 天 天长 折颜 你不要闹了 我想睡一会儿 昨天都没有休息好 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 你来昆仑西能有什么正事啊 你来昆仑西能有什么样的 对 昆仑西能有什么样的 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 我看你这些日子 不是在药房 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 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 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 都没有 今天若是没事 去看看你师父 怕他一闭关之后 你们又要许久见不到面了 师父这次闭关要多久啊 十天半个月有可能 十年也有可能 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父 对了 师父最喜欢桃花了 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 把师父房中的桃花都换了 最喜欢听师父弹琴了 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了 是不是多听师父弹琴 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 师父 师父 徒儿明日就去帮哲言给您炼丹药了 徒儿好几日都没办法来秦安了 今日特地 将师父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 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 我已经嘱咐十六师兄了 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 你今夜过来 你今夜过来 贵的只是这床事 师父 自打您回了昆仑须以后 日日都在忙 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 而且我听哲言说 您之后又要闭关了 可能是十天半个月 也可能是数年 所以我就想来见见师父 我可打扰您弹琴了 没有 记得刚来昆仑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懂事 知道师父琴弹得好 日日都吵得师父要听曲子 您还记得吧 记得 记得 说起来 我都没有听过叶华给我弹琴 叶华 对你更好 他带我的好 跟师父带我的好不一样 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 那边好 那边好 下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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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